在我们的印象中,迫击炮通常结构简单,基本上就是由一根管,两根杆,以及一块板构成,总觉得它是一种为了节约成本而不得不使用的Lobby武器,科技含量低,杀伤力有限,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想错了,不然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都在装备?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迫击炮为什么难以被取代,以及与其他型火炮放在一起时,我们该如何选择? 说起来,迫击炮它的来源还是很悠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潜豪战非常盛行,敌对双方都修筑了大量的防御攻势,都想以一代劳等着敌军发起冲锋,再用火力压制将其击垮,但结果很尴尬,双方僵持了一个冬天都没有结果, 直到迫击炮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个平衡,迫击炮凭借着机动能力强的特点,在被运到前线后,又依靠着弹药弧度大的优势,成功打击了那些躲在掩体之后的敌人,而敌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枚眉的炮弹飞过来,而无法做到有效的反击,迫击炮在世界大战上大放异彩后,就得到了各个国家的重视,纷纷开始研制自己的产品, 时至今日,迫击炮方面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了,而迫击炮领域的大明星,便是来自法国的RT-61迫击炮, 这款由汤姆逊·布朗德公司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型迫击炮,既有战术投送强大的机动性,又有堪比大口径重炮的威力, 至今仍在许多国家军队服役,比如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对一些中小国家来说,RT-61可是高级货, 它具有传统火炮简单的结构特点,主要由炮身、炮架以及座板三部分组成, 但其重量却大的出奇,足有582公斤,加上全炮长3.01米,宽1.93米的身躯, RT-61称得上是一门重炮,通常要采用轮式吉普车或装甲输送车进行迁移。 区别于传统迫击炮的滑塘结构,看到RT-61炮管的第一眼,绝对是其管状物体外部的螺纹, 别看长得跟螺丝一样,但其却可以调整摇架和炮身的相对位置, 从而可以让RT-61拥有所需的射角,而且螺纹外观还增加了炮管外表的散热面积, 非常有利于降低炮管温度,从而延长炮管寿命,提高射击精度。 RT-61迫击炮因配有带预制弹线刻槽,所以它能发射PR-14型榴弹, PR-PA型火箭增程弹,PR-AB型反装甲榴弹,以及传统的M44式迫击炮弹, 其中打得最远的就是PR-PA型火箭增程弹, 全长918毫米,内置2.7公斤的RT-XTNT混合炸药, 一经发射,弹丸在飞出炮口10秒后,内置火箭点火工作2秒, 能是炮弹打到13公里外的目标。 所以相比于自行榴弹炮,RT-61不但紧急战斗反应快, 仅需90秒,火力也十分的凶猛,在山地作战中就是轻步兵的噩梦。 有很多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 RT-61和传统迫击炮的落底激发模式不一样, 有时居然可以采用拉发模式。 没错,RT-61既继承了传统迫击炮前端装填的发射方式, 又在炮管后端巧妙设计了密封性较好的激发装置, 可以在发射不成功的装置下依靠炮管后端的激发装置进行补充拉发, 无需将炮管从炮口到处,大大增强安全性。 而且这种发射方式特别适合迫击炮群的骑射, 以及发射具有时间要求的特种弹药,如照明弹。 RT-61炮管后端还有一个排气孔的创金设计, 能防止射击时有沙尘吸入炮塘, 凭借6人的班组能使该炮的最大射速达到15到20发每分钟, 正常射速6发每分钟, 虽然比不上传统迫击炮的每分钟20发以上的射速, 但凭借大口径和较远的射程,在国际市场上声名远扬。 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 西方国家开始满世界地寻找适合游击战的武器, 在经过多种火炮弹药对比以后, 他们认为大口径射程远、精度高的RT-61迫击炮, 是适合阿富汗战场的武器, 可以成为游击队的重型远程火炮, 无需再为游击队配备轻型榴弹炮。 RT-61虽然在战场机动性和炮手操作性上, 不如其他国家的轻型迫击炮, 但其大口径带来的毁伤效果和种类齐全的弹药, 及较高的射击精度等优势, 让其在多个国家装备部队后一直没有被取代, 尤其在一些中小国家, 受地域环境、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等因素影响, 买不起大口径大威力的榴弹炮, RT-61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如巴基斯坦已将RT-61集成到轮式车辆或履带式车辆上, 变成能够打了就跑的自行迫击炮。 当然,RT-61的强大也得到了美国的青睐, 美国当初在轮火120毫米自动迫击炮, 因成本问题下马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便盯上了RT-61, 并于2009年订购了一批, 来作为炮兵部队主力M777榴弹炮的近距离补充火炮, 并赋予其美智代号M327。 同时,美国还利用高新技术, 为该炮研制出多种用途的精确制导弹药。 如果说RT-61是一款比较优秀的迫击炮, 那美国引进改造后的M327迫击炮, 则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厉害的迫击炮。 在2009年10月的一次试射中, 美军用M327迫击炮发射了一枚火箭增程弹, 打击17到18公里外的目标, 其原概率误差居然不到10米。 这种惊人的精准度, 已经超越了当时现役的绝大多数迫击炮, 甚至很多榴弹炮的精准度都还不如它。 所以M327可以说是最完美迫击炮, 可惜没几年就从海军陆战队中退役了。 而迫击炮难以被取代的原因, 除了开头讲的迫击炮炮弹能打到遮蔽物背后的目标外, 其毁伤效果也比加农炮、 榴弹炮、炮弹更好。 加农炮、榴弹炮等它们发射的榴弹、 炮弹形状大多是圆柱体加纺锤头, 落地时往往是斜着落地的, 由于炮弹的形状问题, 弹体侧面产生的破片多, 前后部产生的破片少, 所以破片杀伤界大致成一个横向宽纵向窄的长方形。 而迫击炮就不同了, 它炮弹落地时几乎是直着落下的, 所以它的破片杀伤界近似一个圆形。 周长相同情况下, 圆形面积最大。 另外可能有人疑问, 呼叫空中打击不就可以替代迫击炮的吗? 这样的想法有些太想当然了, 在真实战场上哪有一叫就能来, 又能精准打击的航空部队啊? 你要呼叫航空兵, 是不是要先建立地面部队与航空兵的联系? 是不是要知道需要多少火力支援, 是不是还得指明目标, 分配目标等等一大堆问题? 不如直接使用迫击炮来得实在, 价格低火力猛, 关键是及时有效, 所以迫击炮才一直难以被取代。 当然, 在科技高速发展后, 能替代的产品也是有的, 比如刚才提到的M327迫击炮, 从2018年3月就正式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 而替代的产品是自杀式无人机, 这一结果虽然有些意外, 但只需要考虑一下美海军陆战队所面临的困境, 就很好解释了。 M327虽然非常优秀, 发射增程弹的射程也有13公里, 完全能够替代西方传统炮兵火力中, 80到105毫米轻型榴弹炮的角色, 但比起越来越先进的自行火炮时, 还需人手装弹和车辆拖业的M327, 就显得有些沉重了。 加上在突发战事时, 美军第一批陆战队员并不是乘坐慢吞吞的MH-53K重型直升机, 或更慢的气垫登陆船抵达前线, 而是由VRR鱼鹰直接将其送达战场。 但无论是沉重的自行排流炮, 还是需要车辆拖业机动的M327迫击炮, 都不太适合由鱼鹰进行投送。 再加上气垫登陆船抵达后, 剑描火力支援的角色自然由更为先进的M777来扮演, 所以迫击炮能发挥的空间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多余, 而自杀式无人机则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这个问题。 以弹簧刀300无人机系统为例, 弹簧刀300无人机是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 类似于巡飞弹的定位, 其重量比大口径迫击炮要轻得多, 仅有2.7公斤, 可以进行单兵携带和快速部署发射, 用来侦查和打击敌方堡垒据点和车辆。 如果考虑到火力密度和持续性太低, 还可以利用轻型车辆部署专门的储运包装箱, 射程的问题也能使用持续巡航的中级无人机进行弥补。 想达到陆战队所要求的24公里最大射程 是极为轻松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 弹簧刀300还可以放入火箭车发射桶里进行集军发射, 这无疑简化了后勤保障的难度, 而且其战斗部装药和一枚标准40毫米枪榴弹差不多, 爆炸后的有效杀伤半径为14到20米, 可以有效杀伤敌方暴露人和轻型装甲车辆。 若是换装上装甲弹头和破片弹头, 威力只会更大, 但相对的, 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来替代传统大口径迫击炮的最大难点, 也出现在后勤领域。 这些能实现精确打击的小东西, 价格昂贵, 普遍在数万美元上下, 弹簧刀300的成本就有6000美元, 相比之下, 单价仅有数百美元的普通迫击炮炮弹, 就显得极为廉价, 即便带有GPS修正的迫击炮弹, 不过才上千美元而已, 所以想要替代传统大口径迫击炮, 首先就得有钱才行,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倘若有自杀式无人机的价格骤降, 那么迫击炮或许真的要被这些小东西所取代, 实在是这些小东西具备的规避, 遥控定位, 侦察攻击等能力太香了, 至于没有被替代时, 迫击炮与其他型火炮放在一起时, 我们该如何选择, 那当然是选择迫击炮了, 如同尺寸的迫击炮和迫流炮相比, 迫流炮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平射, 不过在质量和射速, 射程等方面, 都要远远落后于先进120毫米迫击炮, 比如苏俄部队, 他们在发展120毫米迫击炮时, 也一同发展了自己的120毫米迫流炮, 他们将自己的2B16式120毫米迫流炮, 安装到了轻型突击车上, 并通过大型助厨来为火炮提供射击式的稳定性, 2B16迫流炮重12吨, 后膛装弹可以直瞄或者箭瞄射击, 能发射普通榴弹和迫击炮弹, 发射普通榴弹最大射程为8.8公里, 发射杀伤爆破迫击炮弹最大射程为7.1公里, 发射火箭增程迫击炮弹最大射程为12.8公里, 最大射速8发每分钟, 它是2S9的衍生型号, 不过至今俄罗斯也没有公布其生产数量, 大致推测其系列装备应该在1200辆, 再说了, 目前能满足战场评射需求的武器, 已经有了各类车载反坦克导弹和重型火箭筒, 而且这些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 除了可以安装破甲战斗部外, 还可以安装温压和高爆杀伤战斗部, 威力比海流弹要大得多, 所以牌流弹并非必需品, 能满足评射需求的武器实在太多了, 而对于快速反应部队来说, 结构简单重量轻射速快的迫击炮,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迫击炮的出现虽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但它依然没有被淘汰, 反而在各个国家手中不断的改进和加强, 这足以看出迫击炮在战争中的地位, 所以说虽然科技在快速的发展, 有些传统的东西仍然是不会丢弃的, 毕竟老古董也有大作用, 好了, 关于RT61迫击炮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到�这小伙伴的形 Abe